今天热点,你不得不知道这十件大事,知晓天下事,快速一览今日最新要人,TOP ONE抵护女子和陌生男子去宾馆,被熟人撞见,结果熟人被逮捕了浙江湖州巴黎店的朱某和朱某。 丁某是同村人,4月10号那天,他俩看到同村的阿芳上了一名陌生男子的车,于是一路尾随,结果跟到了南巡区,之后发生的事,让两人都进了看守所,阿芳上了陌生男子的车。 两人一路尾随同村的朱某、丁某和阿芳三个人的年龄相放,都在四十多岁,有一天,朱某和丁某在村里闲逛,发现阿芳不太对劲,湖州巴黎店派出所。 王警官,他们当时想,阿芳上陌生男子的车,到底是做什么?车停在了宾馆门口,两人想拍阿芳和男子的开房照。 朱某和丁某一路尾随,跟了半个多小时,陌生男子的面包车,最后停在了南巡区一家宾馆的门口,朱某和丁某也进了宾馆。 王警官,犯罪嫌疑人朱某和丁某想要拍更多的,他们开房间的细节照,朱某和丁某上下找了好几层,也没找到阿芳和陌生男子,他们就下楼了,两人起了邪念索要封口被朱某发现面包车上留了一个宾车电话,他记下了电话,用手机拍下了酒店的招牌。 第二天,朱某联系上了那个陌生男子,王警官,男子和阿芳,都是有家庭的,本身觉得这个事情比较丢人现眼。 基于这一点,那个男的付的钱,相当于封口费,三千块钱,朱某和丁某得逞后,觉得这钱来得容易,又找阿芳要封口费,王警官,照片威胁,电话骚扰的方式,得手了一次,也是三千块钱,阿芳有点恼怒。